大家好,以下是網路天空為大家介紹 這個我們這個 勞德科技出的Runningman 勞德科技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勞德科技在Runningman的這個 這個產品叫做Matchbox 直播火柴盒 那他的本體是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他是中國勞德科技出的一個手機轉換器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幫我們把音訊收集起來傳到手機 盒子打開會有3.5對3.5的線 跟這個火柴盒 這個產品我們看一下 他的這個這邊是6.3的輸入孔 聲音又從這邊進來 然後這邊是直播音 直播音量又是錄下來手機裡面的音量 你錄下來音量要多少 建議大家調在中間以上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裡是耳機的音量 他的耳機的音量 我盡量從這邊調你不想聽到 從這個耳機孔我們要 接個耳機 把耳機接進來 你在錄的時候你可以 監聽一下到底錄進去的聲音多大 在這邊 但是這個聲音跟這個聲音是分開的 耳機聽到是這個 真錄下來是這個 旋鈕 然後呢 這裡是要不要聽到耳機 你按下去就沒有 打開來就聽到耳機的聲音 那這是PK連麥用的 你如果 在直播間有PK連麥需求的時候 才需要按這個 所以他嚴格來講 只有這個 這兩個旋鈕比較用到 這兩個旋鈕比較用到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的說明 他這邊想說 Matchbox直播 火柴盒適用於安卓系統 iOS系統手機 或電腦端 直播 連麥PK使用 同時支持 持有 音訊輸出 設備的音頻採集 適用常 標掛直播 K歌式 視訊揮譽 語音通話 音頻錄製等等 這是他這個說明書 大家也看到 就是剛剛 我大概跟大家說明的 這6.3的 這個 聲音從這邊進來 然後呢 這邊就是 手機的連接口 這邊有手機連接口 那這邊呢 是耳機接口 那這是監聽 耳機監聽 他是監聽開關的 On and Off 那最左邊這個是 連麥所用 那中間這個是 總訊號輸出的旋鈕 那我們 為大家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 他是怎樣 他是一個媒介 他是 串連兩個東西 串連什麼 聲音的來源 跟 手機 經過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把從這裡的聲音 錄到 手機端 其實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這個是 YAMA MISS 他做6.3直接可以接上去 然後呢 他有副條這個線 大家注意看他是三槓的 要用他的線 不是兩槓 三個黑槓的線 接在怎麼樣 iPhone手機 iPhone手機 現在 如果 是 Lighting就要轉 如果是Android Type-C的 還是以後 iOS會轉成Type-C的時候 一樣 把它轉成 3.5的母頭 他沒有辦法直接接手機 你必須要去買個 這個什麼 轉換 轉換頭 Type-C的 或Lighting的 去轉你的手機 然後再把這一端呢 搭到我們側邊 大家看到側邊 側邊 側邊 這邊 這邊 這邊有個 手機的符號 在這邊 這樣就完成 串接了 這樣就完成串接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 把這裡的聲音 傳到這裡 就是這樣 這是手機 這裡 然後呢 他就是做這個 這個功能 他是一個橋樑 一個迷接 而已 所以他本身不能接麥克風 沒有辦法 做一些功能 他本身也沒有燈號 他不會亮 亮閃燈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工作 所以這必須要 你錄下來有沒有成功才知道 他本身沒有 沒有開關 也沒有 燈號 所以 這邊呢 是不是可以接比其他東西 對 他是可以接 不是 就像剛剛說明書寫的一樣 其實他可以接很多東西 他不是只有接 調音台 因為調音台 不管你是YAMAHA 或其他耳朵牌的 他都是6.3比較多 所以他設計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是接 調音台可不可以呢 你可以 你就把他買一個這個 轉接頭6.3轉3.5的 你把他轉進去 那這裡在哪裡也可以接電腦的機孔 可以接收音機 可以接什麼電視機 反正 他只要是有6.3的頭了 他就可以怎樣 接 然後呢 把這裡的聲音 傳到 手機 因為手機呢 我們必須怎樣 我們 想要這邊做直播 或者是Pascade 或者叫做課程 我要 學校直播也可以 我就把這個聲音輸入來這邊 那大家會說 那我有用耳麥就可以了 對 耳麥的話 因為麥克風的收音 他比較屬於中音頻 他適合講話 所以高音跟低音 他說的不是太好 而且耳麥會 比較會飄動 那我們用MISS 適合我們做比較精細 音質比較好的收音 那這樣對你的這個整個的 這個錄影的結果會有 比較 高水準的這個音質的表現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 買這個 轉換器的原因 那相當於這些 這個 這個 Matchbox的還有類似像這種產品 像MA2A 或者是 這個像看我們直播一號 或是蘋果一號 其實都是類似的啦 比如說我們這個是 MA2A 剛剛我們是這樣接嘛 這樣接 那如果我們不想這樣接的時候呢 我們就 也可以買 這個MA2A 他其實也是一樣啦 他要轉換頭 因為他 變得要轉 然後這 紅色的 紅色是接這裡 那這裡 黑色接這裡 好這樣子我們一樣是可以把 A706 MG06 都把它輸入到我們的手機 經過這條線 那我們也可以怎樣 這是蘋果 這是蘋果 這邊已經帶Lighting的轉換頭了 我們就不用去買那一段白色的 我們就直接接上去 對不對 直接接上去 然後呢 這一段 一樣 這邊 一樣 這邊有個符號 這個符號 他其實是不是 不是麥克風 他是一個怎麼樣 讓你接 接這個線 它裡面也會附線 讓你可以接在這裡 然後這邊可以充電 這是耳機 所以 他怎樣 這邊有音量調節 音量調節 旋鈕 那一樣 他也是個 每一屆一個橋樑 把這個的聲音輸入到 手機的聲音 他不用再買轉換頭了 這樣子 所以 他還可以充電 剛剛那兩個產品怎樣 都不能幫你手機充電 這就不太一樣 這是還可以幫你手機充電 因為手機會 直播久會沒電 那這是相對的 這些 相關的產品 我們附帶介紹一下 那這個 直播火材盒的音質呢 也是相當不錯 其實我們測過 其實三個音質 都蠻類似的 蠻類似的 因為他們的轉換源儀都類似 然後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 我們現在為大家 把他的這個線 我們接到我們的錄影手機 來讓他聽到一下 他到底是怎樣的 效果 我們這個頭 我們現在 我們把這個Lighten頭 因為我們現在 拍攝的這個手機 他是 iPhone的 所以我們買這個轉換頭 然後呢 我們就把他怎樣 接到我們的這個 錄影手機 我們把錄影手機的 我們把他接上去 好現在我們把他接上去了 接上去 大家可以聽到這個 麥克風 出來的聲音 這回音可以開大 可以開小 把回音開大 讓大家知道說 他已經接到這個 YAMAHA MINISER上面 那這邊可以伴奏 就可以進來了 我們這三四圈樓是 扮作 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那這邊就是 直播音量可以關大 關小 這邊 調大調小 那這邊是 耳機的音量 那這剛講PK 如果要鼻採按 這是 你要不要聽到自己的聲音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 為大家再介紹另外一種接法 如果說 你今天要把他接在 這個我們的直播 音效卡 可不可以呢 這個這麼大口 沒辦法接 我們剛剛已經接過 這邊就是要接音訊來源嘛 所以他 就可以這樣接 是這樣子 接 那這一段 可以接我們的直播手機 這樣子 單獨就是這樣使用 就可以把音訊呢 輸入 輸出到我們的手機 不管是蘋果安卓都可以 以上就是我們簡單的介紹 謝謝各位 silk 鞊名 恨 酒 鞊 給你們 炭 咱 站 製 擁有 氏 不 貴